话说呀,德国人不仅车造的好,农机也造的溜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开荒的 这里啊,原本是一片荒地 里面不仅长满了各种杂草,还有许多石头 地面也板结了,想种庄稼就要先开荒 这么多石头要过人一块一块的捡吗 在德国呀,即使是小农场有体施工墙 这要捡到什么时候去呢 他们呀,有专用的捡石机 把它挂到拖拉机后面就能使用 它有赛车一样的流线型机身 可以装几百斤十块的车厢和两个机械臂 走在路上呀,这两个机械臂收起来 看上去跟变形金刚没什么区别 但一到地里呢,机械臂放起来 就像是飞机的两个翅膀 在翅膀的末端是辅助轮和挡板 翅膀的下面呢,是带刀片的滚动轴 这样就是捡石头的主力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随着拖拉机带动,捡石机跟着灯跑起来 这真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呀 侧边的挡板能防止石头跑出去 上面的挡板阻挡了石头满天飞 滚动轴上清洗的刀片 把石头推到机器中间 又吸到上面的车厢里 捡石机在田地里跑上一串 地面上大大小小的石头就都被收起来了 如果靠人工啊 一亩地要十个工人工作上一掌钱 才能勉强把石头捡干掉 有了捡石机,半个上午呀 就轻轻松松的搞定了 一个字,绝 如果地理环境实在太差 大石头太多可咋办呢 别说车厢里装不下了 光是刀片魔术的火星子呀 恐怕都得引起山火呀 德国人还真有办法 干脆发明了碎石机 别看他个头不大 力气可不小 什么车厢,搬走 他呀,一概不小 因为只要经过他的碾压 石头通通都会消失 他的主体啊 就是带着刀片的大滚乱 这些刀片用印度非常高的金刚制成 可以说是薛世如泥 满地的大石块经过他的碾压 马上变成碎沙粒 地里的动骨头就更不用说了 分分钟变成肥料 等到石头都碎成了沙 放下当板 才能顺手帮你平准一下地面 这样的手段 不去工地可真是取材了呀 清理完地面可以开始离地了 离地能让土壤更疏松 透水透气性更强 还能耗出地里的杂草 德国人离地的机器长达二三十米 咱们平生的离地机 六个滑片就已经算多了 它居然有九对十八个滑片 跟别的机器一样 套在拖拉机上就能用 不得不说呀 德国的拖拉机 马力就是足 拉着这么重的农机 丝毫不费劲 拖拉机只需要在前面走直线 离地机在后面就能自动工作 它的弧形刀片又硬又锋利 在地里滑出深深的沟 还能把沟里的土搬上来呢 圆盘形的刀片呢 就负责把土壤打碎 离到了头 再转弯了 还能把刀片收起来 拖拉机的操作势力 还有可视化的面板 不管是行李的速度 还是离地的深度 全都可以随时操控监测 还能看开得够不够直 这样 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拖拉机 被评为国民最爱农机 这个机型的拖拉机 自重就十几吨 最有经验的农民 能把拖拉机开得幼稚幼稚 把地理的漂漂亮亮 这技术不次于开挖掘机的工人 当然了 这样的机器自然也是价格不菲 多数德国人也是租着用 那这么好的开荒工具 你觉得能值多少钱呢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